观点地产网讯,9月24日,据路透气下基点引述消息人士报道,碧桂园已经搁置最多20亿美元的四年期贷款计划,该计划遭冻结。 观点地产新媒体了解,此前7月27日,有报道着,碧桂园正寻求最多20亿美元的四年期贷款,为年内第二次进入连带市场。 消息披露,碧桂园正在筹建,针对该双币融资的安排上团队,据称综合收益于300个基点。 根据此次最新消息,由于近期马来西亚森林城市等一系列事情,银行对碧桂园的未来成长感到担忧,态度变得谨慎犹豫,贷款计划也随之冻结。 并据了解,与上周9月20日,碧桂园完成发行两项9.75亿美元优先债券,利率最高为8%,这两项优先债券中。 第一笔为4.25亿美元,利率7.125%,2022年1月到期的优先标志。 第二笔为5.5亿美元,利率8.000%,2024年1月到期的优先标志。 据悉,此次发债在最高峰时成功吸引价值约21亿美元认购,录的约2.2倍的认购,也是今年最大的中资开发上海外融资之一。 此外,9月11日,碧桂园宣布发行1.5亿美元于2025年到期的5.125%优先票据, 并于在2018年1月17日,发行的6亿美元于2025年到期的5.125%优先票据合并构成的一系列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